大家好,這裡是聊聊吧 這個是末世樹蛙 原本是一種保育類的生物 後來被踢出保育類之外了 因為它數量是還蠻多的 有機會到山區你一定可以看到它 那它是綠色的,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它的大腿內吹有網狀的紅色網狀構造 比如說像穿絲襪一樣 以前其實在保育類的時候是有人在養 非保育類的時候現在也有人在養 可是它很吵 你有沒有聽到遠方那個蛙叫聲 就是它的叫聲 非常非常的大聲 晚上會吵到一個受不了的狀況 那其實它很可能,它是純綠色 因為它現在是在黑色的水裡面 所以你看到它是那個深黑色 照理說你可以把它拿到光線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那個 翠綠色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這個就是 台灣的高山的特產之一 末世樹蛙 非常的可愛的一種青蛙 它帶有樸的 以前啊 以前這種,你可以看這個 這一隻 它的腿的那個 內側是帶有紅色的顏色 你看這個 紅色的顏色 那 它其實是一種高山性的品種 大部分出現在1000公尺左右 是平地也會有 只是量沒那麼多 不過 高山數量是蠻多的 常常會聽到它的叫聲 而且你看這個小水池 大概就有 五、六隻以上的個體 應該有七、八隻以上的個體 還有加上沒有發現的 非常非常多 那它聲音非常的響亮 以前是保育類 現在被踢出保育類之外了 所以呢 有機會看到它的時候 可以拍拍照 還是不要抓到它 基本上 有些人以前會在家裡頭養 吵死了 真的 非常非常的吵 好,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